《橘色火焰》飞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天空 透过夜视镜头来看 火光更加刺眼 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政权 涉及动用化学武器攻击大马士革近郊的杜马镇 美国 英国和法国联军 因此在当地时间周六凌晨快四点时发动空袭 目标是阿塞德政府的三个化武基地 这也是川普政府继去年四月 向叙利亚发射五十九枚战斧飞弹之后 第二次对使用化武的叙利亚寄出惩罚 不但获英法两国军事支援 澳洲跟日本也口头支持 德国虽然拒绝参与这次攻击 不过总理梅克尔也表示 使用化武是不被接受的行为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认为 美英法联军这次攻击是对势不对人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更说 从二零一一年内战开始 叙利亚政府军至少五十次使用化武 抠袭之后几小时 叙利亚总统府上传一段阿塞德西装笔挺 不发一语准备上班的影片 大马士革居民也照常生活 街上车水马龙 对于西方国家联军的攻击 叙利亚外交部和俄罗斯总统普廷 都谴责这是残酷又野蛮的侵略行动 普廷并表示联军的做法会给国际局势 带来毁灭性影响 并使叙利亚人道灾害的情况更加恶化 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有民众觉得空袭不是对付 叙利亚政府的唯一答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警告 美国和叙利亚一定要避免局面失控 大爱新闻陈晓琳编译